才能恢复正常 这话真的 他讲的我懂 我肯定 身体受的伤害 确实三天才能恢复正常 同样一个道理 我们在道场里面修学 就是我讲的 中国人的标准不是释迦摩尼佛的 已经比释迦摩尼佛标准放松很多了 每天八个小时听经 八个小时念佛 足足十六个小时 这样干法 干上一个月 确实境界不一样 人真变样子了 如果放个一天假 叫他到城市去溜达溜达 去看看电影 唱歌什么叫 我的名字都说不出来 那个游乐场所去逛一天 他一个月东西全部没有了 至少还要用一个月的时间 才能恢复 怎么可能有成就 今天修到不能成就 我们要一定去 找不能成就的原因 要严格 稍稍一放松就完了 所以我在澳洲选择 这个道场 昆斯兰的 多元文化剧的剧长 吴里先生 我听我们那边同修 打电话告诉我 最近他们在开会 吴里先生还在问 老法师为什么选择 这个地方 他这个话过去 问过我两三次 他不了解 修行人要选择 人无最少的地方 托文八是个小城 只有八万人 这个是文化城 居民非常保守 下午五六点钟 商店全部都关门了 路上都没有人了 人民好 生活有规律 早睡早起 他们早晨起来 都在公园运动 公园很大 九点钟 从十点钟才开门做生意 这一切一般繁华都市里的 遇落那里没有 是个读书 修行的好地方 我们是繁复 要避免环境的污染 他不晓得这个道理 一般人建大厂 要建在闹区 建在很繁华的地方 为什么呢 人多嘛 热闹嘛 相互鼎盛嘛 我们选在那个地方 佛教只有我们一家 说老实话 没有人来拜佛 那我们怎么活下去呢 我们这求佛菩萨保佑 认真修行 我给大众讲的 就是一贯我们的态度 没有人供养 一心念佛 七天都没有人供养 我们念七天佛 就可以往生了 绝对不贪生怕死 没有这个念的 我们只求往生 我们求佛菩萨照顾我们 我们求护发神 护持我们 你的心才会清净 选在那个地方干什么 往生啊 我们有这样的心 有这样的怨 跟佛菩萨 才有感应 真正道业成就了 在念佛最低限度 我们要念到 得到念佛三明 在教下 决定要大开圆解 然后你才有能力 护持正法 教化众生 你才有能力 你成就自己的 德行学问 这两样东西 不能成就 搞什么 全是假的 不能再搞假的 再搞假的 换句话说 地狱等着我们去了 我们读这个经 字字句句 警惕自己 我们不能死度十八处 经历黑神域 这是举一个例子 黑神域 是根本地狱之一 也就是五件地狱 为什么叫黑神呢 这个人造的罪业很重啊 地狱里面 牛头马面 二旁小鬼 拿着绳子 量这个罪人的身 就像裁缝啊 剪这个布料一样 先把它线都打好 然后用剪刀来剪 这个小鬼啊 量这个人的身 量好之后啊 用锯子来剪 黑神域 那个通俗 可想而知啊 一寸一寸的量 一寸一寸的剧 剧一个例子 那么现在 现在人不相信因果报应 不相信 有鬼道 不相信有地狱道 把这些东西完全废除了 以为这是迷信 到底是不是迷信 到底有没有 我们姑且不论 单单讲教化人心 我们觉得那也是一种很好的教育的方式 劝人为善 劝人不要造卧 所以在过去 在中古 每一个城市都有一个城隍庙 城隍是什么呢 是鬼道里面的县长 县市长 城隍庙就是县政府啊 市政府啊 这个里面一定有 这个圣殿阎王 城隍庙里头 里头有十个殿啊 十个大殿啊 圣殿阎王 圣殿阎王 就是地藏经上所讲的 地藏经的变相图 把地藏经上所说的 统统塑造出来